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 首先是内容提要 北京背水一战 中南海动态清零不动摇 全北京五十多名公安高官被夹职 美国务卿布林肯染疫 以完全接种疫苗和加强剂 俄乌战争令全球粮食危机雪上加伤 联合国年度报告拉响警报 港专家指中共病毒已成风土病 应该回复正常而非清零 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5月5日开会表示 坚持清零政策不动摇 而这个政策造成了无数人道灾难 导致中国经济滑波 民生陷入危机 白宫医学顾问 传染病专家福奇公开表示 严厉的封控措施很难成功 就连有中共政策刁盘合之称的 胡锡进亦发表评论 认为北京防疫属于背水一战 上海失陷了 如果北京亦守不住 社会心理防线将被击破 据中共官媒新华社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5月5日就中共病毒疫情防控问题开会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 会议强调坚持动态清零政策毫不动摇 要对歪曲怀疑否定这个防疫政策的言行作出斗争 中共高层的不动摇到中共各级政府 就是不计代价推行动态清零政策 结果对经济活动和民生造成严重冲击 引起相当大的民分 网络上经常看到民众和管控人员 发生暴力冲突的视频 尽管如此 官员们仍然强力维持封控措施 恐怕因防疫不力而被窄了污沙 白工医学顾问 传染病学专家Antoni·福奇·Antoni·Fauci 对中共的做法提出批评 根据彭博社5月5日报道 福奇在接受德国一间电视台的谈话节目采访时表示 严厉的封控措施长期看起来很难成功 因为中共政府并没有利用实施封控措施的时间 去推动高风险、高龄人群的疫苗接种 而且中国生产的疫苗抗疫效力也比较低 福奇在节目《Mageburger》节目中说 必须利用封锁来令大家做好准备 防止未来的感染传播 他说只实施封锁而不采取其他措施 是根本不起作用的策略 北京前资深媒体人高瑜 5月2日推特法帖称 北京市公安局展开清除傅政华流毒行动 将50多名局处级领导干部清除出公安队伍 有分析指出 现在中共高层的内斗极为激烈 为确保二十大顺利继续掌权 习近平要尽快处理傅政华的余党 清除更多潜在威胁 5月2日高瑜在推特法文称 昨天市公安局展开清除流毒行动 将50多名局处级领导干部清除出公安队伍 市委组织部对接收被清理人员的单位有三笔要求 即不能进机关、不能管人财物、不能提拔使用 被清理的有警察学院党委书记高岩 治安总队总队长黄毅 京征总队总队长石占平 平谷分局政委黄雨峡 信仪分局政委车岩 大兴分局政委刘鹏 海定分局副局长黄新宇 通州分局副局长郭平 大兴分局副局长曹国栋 京征总队纪委书记张宣清 这些流毒属于傅政华流毒 有网友跟帖说 听说公安部的内部调查 已经细致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只要一个人出了问题 凡是和他有过接触 参加过活动的人都要调谈 互相之间对比口径和内容 稍有问题就会单独审查 港媒《明报》5月4日报导 有知情人士证实 北京警方确是在宿称傅政华余毒 北京市委组织部 对接收被清理人员的单位 有不能进机关、不能管人财物、 不能提拔使用等三不要求 美国国务院星期三下午证实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在数次中共病毒测试中显示阴性后 当日下午进行核酸检测 结果显示为阳性 而他已经完全接种了两制新冠病毒疫苗 也接种了中共病毒疫苗的加强剂 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 Net Price表示 布林肯星期三下午进行的核酸检测 结果呈阳性 而他当日上午进行核酸检测时 结果认为阴性 不过布林肯的症状是很轻 国务院还表示 因为布林肯最近几天 没有与拜登总统接触 所以拜登不会受到影响 白宫新闻秘书萨基星期三 也在新闻简报会上表示 拜登最近没有与新染疫的任何人亲密接触 他说如果他有 我会公开和你们所有人说 报道表示 布林肯星期六4月30日晚 出席了白宫记者协会晚宴 随后还参加在法国大使官邸举行的聚会和其他活动 他在5月2日还会见了 亚美利亚外交部长5月3日和墨西哥外交部长会面 5月4日上午还曾和瑞典外交部长会面 普莱斯表示布林肯目前在家隔离 并通过视讯工作 直到他的隔离期结束 美国副总统夏里斯 也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 在隔离一个星期后 他5月3日的核酸检测已为阴性 并已回到白宫工作 4月30日晚 有数千人参加了白宫记者协会晚宴 晚宴主持人诺阿 Trevor Norr 当时还将该晚宴 绍称为全国最大的超级疫情传播者聚会 不过晚宴要求所有与会者 在聚会开始前24小时内进行核酸检测 并将阴性结果通过手机发给白宫 而且所有与会者都被要求提供 完全接种中共病毒疫苗的证明 但即使如此 CNN在5月2日报导中说 一些参加该晚宴的CNN、ABC、NBC、CBS等媒体的记者 近日仍纷纷掩盈 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全球最重要的穀木生产和供应大国 被称为欧洲的粮仓 在过去六个星期内 俄乌战争的炮火摧毁了乌克兰的城市、房屋、医院和学校 也摧毁了粮仓和农作物 令本尼已经深受新冠病毒疫情冲击的全球粮食供应更说常加商 联合国粮农组织 UN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的年度报告指出 2021年53个国家的约1.93亿人 经历了危机或更恶劣的重度粮食不安全状况 这与2020年已经创纪录的人数相比增加了近4千万人 其中39个国家的情况是 变临危机或严重粮食不安全状况的人数 在2016年至2021年间几乎翻了一番 至2018年以来每年都有增无减 报告特别强调 2021年冲突将24个国家的1.39亿人 推入重度粮食不安全状态 2020年的数字为23个国家 约9,900万人处于同等状况 冲突仍然是粮食不安全的主要驱动力 报道说新冠病毒疫情令全球粮食供应深受冲击 2020年6月以来全球粮食价格持续波动攀升 到2022年2月达到历史最高点 联合国警告说随着乌克兰春季更重受阻和粮食贸易中断 已经创纪录的粮价可能再暴涨22% 这样将会对世界粮食贸易和安全体系产生深远影响 说上加伤的是 俄乌冲突不是发生在真空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 WFP首席经济学家 凯山Arif Hussein 对记者表达粮食危机的担忧 在他看来 新冠状病毒变异株和供应链问题 已经扰乱了全球经济复苏 而不断上升的通胀和创纪录的债务 将进一步限制各国应对新挑战的能力 很多贫穷经济体在俄乌冲突爆发前就陷入困境 他们的政府在为进口硬通货融资而苦苦挣扎 飞涨的农产品价格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情况 令到他们无法进口基本商品 港府即日5月5日起 再放宽部分社交距离措施 餐馆每桌人数放宽至8人 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认为 香港目前最重要的是伏偿 即使使香港人生活恢复正常而不是清零 香港提早放宽第二阶段的社交距离措施 5月5日起 餐馆每桌人数放宽至8人 特首林郑月娥日前表示 比香港人过个快乐的母亲节 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 星期四5日在港台节目中表示 中共病毒全球大流行似乎已过了最高点 正过导致季节性流行 预计往后在各地出现的模式 可能和流感相约 香港现时最重要的是伏偿而不是清零 而且清零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结果 因为从科学角度来看 从整个地球来看疫情 从流行方向发展来看 我们要做很多准备 就是一方面市民生活恢复真正正正常的情况 就是还未大流行时候的情况 同时对市民健康医疗系统 感染等不良结果减到最低 他又指疫情监察数字整体下降 港府现在逐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应该是安全的 但他形容要摸着石头过河 因为如果有信号显示 工艺人群重症增加可能要调整放宽步伐 何柏良日前也在另一个电台的节目中表示 若果香港循復常的方向下 在一段时间内社区仍会有零星个案 只要不出现大量重症 不影响医管局提供服务 社交距离措施应不会大幅度收紧 实务感看先和国际通关可行性较高 因为和大陆通关需要一段时间配合 他解释因为大陆和香港復常部分不一样 另外政府专家顾问 中大呼吸系统科广座教授许树昌日前 在商台节目中表示 香港每日新增个案数字跌至三位后 回落得很慢很慢 相信中共病毒已变成风土病 难以达到清零 他以大陆为例 大陆当局不断调整抗疫策略 由初期的清零、动态清零 到近日的社会面清零 他又说香港确诊正缓慢下跌 现阶段未必有必要推全民强制检测 但日后若要和大陆商讨通关 相信需要和相关部门再沟通 新闻报道完毕 多谢收看 吧 跟他有关联系统公司 做不断调解 插入 Punk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